大家好,我是全哥 今天來看的是巴爾人 巴爾人是由導演昆廷塔倫提諾所知道的最新作品 昆廷塔倫提諾是一個風格相當強烈的導演 台灣觀眾比較容易認識的作品有 絕殺令、鵝滾特工、追殺比爾 以及黑色追犀利等等 而如果你看過上述任何一部電影的話 那你應該會發現這些電影裡面都充斥著大量滔滔不絕的垃圾化對白 髒話、吞不完的血漿 以及誇張戲虐的死亡方式 這種把暴力娛樂化並且重新用黑色幽默手法包裝的呈現方式 就是昆廷的風格 強烈到你只要一看到影片片段就能猜測到是他的作品 而巴爾人也秉持著一貫的風格 有著各式各樣奇妙詭訣的對話以及峰迴路轉的劇情 故事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數年後的懷二明州 在一輛義馬車上一個賞金獵人壓著女囚犯 要前往紅石小鎮林去賞金 並且準備將他處理絞刑 在路途中遇到另外一位賞金獵人 以及自稱是紅石鎮新熱鎮長的傢伙 這兩人的目的地也都是紅石鎮 於是四人各懷著警戒心搭乘著馬車一同前進 沒想到突如其來的暴風雪迫使他們改道 是要前往一個旅店躲避暴風雪 而沒想到在旅店內迎接他們的居然不是熟悉的旅店主人 而是四位看似彼此不相識的路人在裡頭休息 究竟旅店的主人跑到哪裡去了呢? 而這八個人各自心裡頭又在打什麼樣的主意呢? 看完電影之後你就知道囉! 我個人蠻喜歡八二人這部電影的 如果把八個宿命平身的人放在同一個空間裡頭 這其中的團體動力就已經相當有趣 更何況是八個個懷鬼胎的人 長時間一起塞在同一個地方呢? 我覺得八二人是一部很標準的昆丁式電影 該有的元素一樣都沒有少 除了有人抱怨就是血噴的比以前少 而昆丁似也很喜歡那種西部對決式的劇情 常常在兩人一來一往的對話之間提升劇情張力 而這次這種張力的感覺又更上一層樓 別忘了,就是可是有八個人啊! 這四倍的張力啊! 不對啊!今年不是五倍嗎? 我再回去看! 當然!昆丁的電影風格裡面比較特殊、比較強烈 觀眾也需要剛好對位才能獲得比較大的歡迎樂趣 如果你是昆丁的影名的話那你絕對不能錯過 而如果你從來沒有看過他指導的電影 八二人也是一個認識昆丁的不錯開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卷哥看電影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的話 拜託幫我按下訂閱頻道 再追FB粉絲團按個讚並且把他分享出去吧! 我是卷哥,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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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